跟哥哥說謝謝 謝謝 兩歲半的晨晨蠻長跑 健佑耐心的哄著她 只看見小小開心的在畫布上 玩著眼料 今年要生小三的燕燕 和健佑哥哥 聊著學校裡的生活 好 他幫你剪起來 然後就不還你了 社工媽媽 秋如主任來了 看著健佑現在開朗的模樣 感觸特別深 我覺得除了手術完 還有另外一個是你參加一些你做 我剛剛畢業去了塑星 那一次 對 那一次就知道讓你 你信 就是 被強迫要面對那麼多人 健佑一來的時候 害羞自闢也有狀況 花很多力氣 引導她接納這個世界 聽力的問題 會是對他們生活 或是上課 或是生活的事情 會是一個影響 我跟其他人不一樣 那其他人為什麼這樣看我 對 對他們而言 我覺得心理上 會是一個很大的衝擊 五二九是健佑重要的日子 這一天她從大學會計系畢業 也已經在事務所上班 四年的大學生活 她成了同學們的靈魂人物 要說 對 頻率對了 工作口 怎麼樣的工作口 就 就 不是在上班 就是在上班的路上 不論是功課 還是排球場上 她活得自信 又活力滿滿 本意不是嘲笑 但是那時候我就會覺得說 你們就是在笑我 就是重建手術完之後 就真的 比較不會去在意那些 因為你認可自己之後 你才不會覺得自己不好 盧慧夫 盧岩基金會指出 在台灣 小耳症發生的可能原因是 藥物 基因突變 或其他非遺傳疾病造成 即使科技醫療發達 產前仍然無法檢查出來 每年有30到40位的 小耳症新生兒 讓社會支持系統 成為爐顏損傷孩子的堅強後盾 就能讓眼淚化為美麗的珍珠